警察進到屋內 老婦人的右手指向裡頭的房間 他的兒子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腳邊還放著吸食器和針頭 被警方叫醒時還不斷否認有吸毒 甚至一度還想趁機逃跑 今天我們到達聖場的時候 由家屬同意 同意我們收手 配偶領導我們進到他兒子的房間 到黃針裡面發現他兒子呼呼大睡 躺在床上 然後他的腿附近 就在床上面放著一個塑膠盒子 警方牧師手機 他有一個注射的針筒 還有兩小包那個儀式毒品的小包裝 還有一個玻璃製的安徽Vitamin吸食器 警方表示 這名39歲的理性男子 吸毒成癮長達16年 只要沒錢買毒品時 就會大吵大鬧 也讓家中的老母親傷透了心 這個月來已經兩次向警方報案 希望警方能夠協助送往熱界 但卻都被法院裁定交保 也讓老婦人士相當無奈 以前他已經沒有什麼工作了 什麼沒有錢 就向他家屬要錢 如果家屬不提供金錢給他買毒 其實他就大吵大鬧 甚至會影響到臨機 媽媽打電話來的意思就是 看能有什麼辦法能讓他 你這個毒品 是不是就是送去強制 強制制毒品這個方法 由於交保過後 理性男子依舊不敢吸毒習慣 老母親只好再次向警警求助 並且希望能夠獲得強制熱界的處分 還給家人及鄰居一個平靜的生活 記者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